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麗島 這個是七彩版第一個 把福爾摩莎翻成华麗島 所以他以後的詩集就有 华麗島什麼什麼 华麗島宋歌 华麗島戰歌 华麗島 他就把台灣變成华麗島 這裡 华麗島名畫集 台灣的民間故事 你就把他收集就用华麗島 他不用台灣名畫 他是华麗島名畫 1999年 92月貴新 所以八月開始到92月 這一段時間他沒有 做錢沒有你回來 他最好跟我們介紹潘元石 他的文年跟潘元石 做一個文章 這個文章就是 就是在這裡 元宵季 萬宵季 這個萬宵季的故事 是西川滿夏 西川滿夏 台灣文學史上 空前的純文藝 純文藝的雜誌 第一本純文藝 而且年代最久 就是這本文藝台灣 當然這本文藝台灣 到後來 戰爭美軍 美軍 在空襲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當然 總統府 檢查就很嚴格 檢查很嚴格 你一定要嚇防公大陸 現在是說防公大陸 你怎麼叫做大東亞共同簽 你如果沒有送大東亞共同簽 這本十一就不能出來 所以到後來 他不得不 強調大東亞共同簽 有那個 詩集 所以大家都誤會說 西川滿是 防民化的 是日本人的 帝國主義 其實你看它變的十字 你就知道 從來沒有提到 防民化 提到大東亞共同簽 只有到最後 不得不 最後兩三期 不得不 來 來覆核當時的國策 跟六位 他就停刊了 他覺得說 言論都沒有辦法自由 所以他就停刊 當然他也沒有勇氣 說 跟總統府來對抗 爭取言論自由 他也沒有那個勇氣 所以他不得不就停刊 這個都是政績 看到他變的十字 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很愛自由的 愛自由 愛幻想 要追求美 追求美 一個浪漫主義家 一個歷史鐵神 一個宮廷彌太蘭 這兩個你也要自己 其他還有一些台灣畫家 西川也有自己有威脅嗎 有 你自己有威脅嗎 有 這個馬子 這個雜柱 現在你如果要買的話 有錢你買不到 但是 有錢 日本的做事先 除這個 我們現在 一早 一早 一早一早出來 那你去問出來 你看看 治病 有20 你那是一生一生一輪 20 五萬幾條 日本 一本 25 治病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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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還有 這個 那些 這間 五十六 六 對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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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簡單說就是 就是 相報器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 大家這麼看 這個 前面就是一些那些版畫 祂說的話 都是 歷史鐵神 和公廉彌太蘭 他們的版畫 這個版畫就是西川蠻用台灣的金針 台灣的什麼拿給他們參考 說你給我插桌給我插桌給我插桌 所以這裡面很多都是西川蠻指定 台灣的門神什麼都叫他們插桌 插桌的時候拖板就自己插 插桌的時候西川蠻的色彩 它閉起來就插插插 插插插 插插插 我有一次說我來點看看 現在我點的時候就點不出它的味道 這個不但是西川的綠石鐵城公田彼彈 他們本身是畫家 他們也說我來模仿你看看 結果他們點出來也覺得自己味道不夠 所以最後還是你來點 所以西川蠻是個天才 它這個美學 感覺 它是天才 這些都是秦新店的 這些一看就知道了 有的是宗教 所以跟我們台灣的廟室有關 但是有這張 我要請教你們 這張我就看到 這張 這個是超 唯一張超像的 這是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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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歷史鐵城 這張 這個是虎啊 這是台灣虎啊 這虎啊 這是虎啊 這虎還請教家 來來來來來來來 看的是代表三名 那時候我都拿去燒焦 他覺得很不燥 他就把它撞起來 金刀你看他的刀裡面 有時候他就大青金刀 他就想說 這個大青金刀 你看到他很有味道 所以他一直很厲害 把我們台灣感覺說 我們就有很儲勝的東西 經過他的刀打下去 這樣就變成寶貝了 我感覺說 像這個刀裡面有時候都會打這個 所以各位 他的藏書票 我們現在大學生 我在說藏書票 現在大學生不知道藏書票是什麼 都不知道 簡單 我告訴他們 藏書票就是 你自己買一本刀 我很介意 我很介意 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都會回藏書院 都回藏書院 漢人都習慣回藏書院 但是小英人沒有藏書院 沒有藏書院的文化 西洋人呢 他們就刻了一張藏書票 小小的 這是從法國開始的 兩百年前從法國開始的 大青金說 這是我愛吃 這是我很愛吃 這是我自己的吃 白人不可以給我吃 這是不是藏書票 那這個藏書票 從西洋流傳到日本 所以日本就又流傳到台灣 為什麼流傳到台灣 是西洋人在台灣鼓吹 所以這藏書票 是西洋人 我們台灣人 就有藏書院 都要回藏書院 但是西洋人第一個 在台灣介紹藏書票 這個藏書票在台灣推廣以後 那麼後來回日本以後 就由潘岩石 剛剛那個潘岩石 由潘岩石來繼承 所以現在目前台灣的藏書票 的協會的會長 他現在可能要不來做會長 最少他民意會長 他是第一代 就是潘岩石 這個藏書票 他把台灣的藏書票 推廣到國際 那西洋版只是日本跟台灣 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 會說得很大 藏書票一張小的地方 就到底竊了 但是因為有人專門在收藏書票 有的人專門在收藏書票 那收藏書 但是裡面有一張藏書票 他看著說 有藏書票 那些人在收藏書票 專門在收藏書票 一張他就說 譬如說 這本錢我是五千塊買的 但是那張藏書票說 你這張藏書票一萬塊買我 他就說 我五千塊買的錢 那張藏書票一萬塊 就隨便買給他 所以這張藏書票的貼法 是可以撕下來 但是是怎麼樣撕呢 這就要有技術 你如果看著就沒價錢 好像幽票一樣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撕下來 這一張藏書票 就變成獨立的藝術品 就在天空這樣 飛來飛去 大家就買 一唱唱大家就買這張 這個買買買買買 一轉手又 比這張小的地方 就是不能 比櫃比較貴 因為櫃是差不多 二十百千萬 十萬頂都是幾十萬 那藏書票 有時候一張就 跳到一百萬以上 就一張小的地方 所以這都是原票 都是當年的原票 當然這些原票 在日本沒有那麼貴 剛剛有一個日本的藏書家 書票家 日本人 內田先生 他就是現在日本國內的 藏書票協會的會長 他是全日本 所以他是專家 所以他這次聽到有藏書票 他還沒有專家來看 所以這次 可以說西專家的藏書票 百分之差不多七十多千 有七十多千 還有三層 我沒有辦法收集 因為三層 剩下那些太貴了 他真的不會忘了 我知道專家有一張 有一張我沒有 但是台灣還沒有兩張 一張就是在潘元室那 一張就是在福山年基金那 大概只有這兩張 這兩張呢 你沒辦法買得到 所以這裡面呢 只有大概 只有七成 沒有辦法一百 好 來 開始 請問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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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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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